德州乌瓦尔德小学枪击案发生之后 俄亥俄州的州议会 他们迅速通过了武装教师法案 并且已经由共和党籍的州长 叫德万签署生效 俄州议会通过的条文规定 优异持枪回校的教职员 培训时间将从700小时 减至最多24小时 之后每年接受8小时额外培训 以及通过犯罪背景审查就可以 州长德万表示 700小时的培训指标是为执法人员而设 当中大量内容与学校安全无关 届时教职员参与的培训计划 必须经州府的学校安全中心核准 为此当局将为中心增聘28名员工 法案落实后 预料金秋将由首批教职员通过培训 此外德万还公布 还将拨款1亿元加强中小学安全 大学也可以得到500万元 德万表示和教职员携枪上科相比 他倾向让校园聘请正式的保安人员 但新法案可为校区提供更多的选择 俄州多座城市的民主党籍市长纷纷批评 武装教师政策违反常理 法案将令校园更加危险 俄州警察工会也质疑 教师接受的枪支培训不足 无法保证校园安全 俄州去年有120名儿童死于枪击 人数多于2020年的96人和2019年的71人 除了武装教师法案外 州内另一条法案也从13号起生效 州民可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外出时隐蔽携枪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